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 凶猫 影片一开场 工人们正在干活的时候 突然从地下面冒出了几道闪电 大家伙把箱子搬开一看 吓得都是当下猛的一颤 已经得了癌症的张天使 正在杨老岳看戏的时候 突然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此刻他意识到 自己的宿敌猫腰马上就要出现了 于是他回到家 带着响妙抚摸的法器就来到了工地 可狗脸兔晚一步 当他来到工地一看 发现猫腰已经不见了 他蹲在洞口 开始回忆小时候的经历 原来张天使的祖上 就是干降妖父母这活的 而这个猫腰 每隔五十年 就会到人间溜达一趟 这哥们既不屠明也不屠立 就是出来捣捣万的 证明自己是个大坏蛋 五十年前 猫腰刚从洞里钻出来 打算透透气 就被守株待兔的张天使的爹爹降落 到了晚上 在范氏集团的大楼里 几个职业班的保安正在现场 新来的保安炮灰哥说 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鱼腥味 保安队长跟炮灰哥说 确实有点不对劲 你赶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转场之后 公司范老板正跟女秘书 大兄妹洗鸳鸯浴 洗完澡 范老板给司机蒙圈哥打了一电话 让蒙圈哥赶快过来接他 此时的蒙圈哥 正在车里跟小姐容套妹闷得密 一听是老板的电话 急忙终止了这场非法的交易 炮灰哥拿着手电筒 来到楼上正瞎球转的时候 猫腰突然就出现了 这哥们一看大事不好 就想撒子跑 那还能跑得了 范老板提着公文包来到门口 不仅发现大门被人给锁上了 而且看门的保安也被人给干掉了 范老板一看当时就吓尿了 公文包也不要了 撒子就撩了 猫腰一看范老板年轻力壮 而且身材也没走样 于是便附在了这哥们身上 蒙圈哥开着车 正火急火燎的往公司赶的时候 突然撞上了站在马路中间的张献石 蒙圈哥一看是彻底蒙圈了 说坏了坏了 发现张天师已经不见了 可两人刚上车呀 张天师突然在后排座出现 把蒙圈哥吓得刚下就是猛的一颤 张天师说老弟别害怕 我就是想搭个顺风车 你别想那么多 龙套妹说不许你坐我们的车 张天师说你又不是车主 凭什么管那么多呀 龙套妹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张天师说你既上不得厅堂 也下不了厨房 而且一脸的肾虚不是小姐就是鸡 龙套妹一听着气就不打一出来呀 说今儿有她没我有我没她 谁上谁下你给个通外号 这龙套妹太把自己当回事 可蒙圈哥一点不管她这臭毛鸣 说大妹子你别冲动啊 我们俩先把你绑在柱子上 你好好冷静冷静 上车之后张天师说老弟 我看你印堂发黑一定是倒霉催的 我这有件法宝你务必随身携带 保证你不会携了菜 转场之后警察和记者来到了 范氏集团的大楼 作为电视台主持人的张天师的闺女 大眼妹正在做现场报道 很快警察眼镜哥来到了案发现场 这眼镜哥惦记大眼妹可不是一天两天啊 眼镜哥说今儿晚上有没有空啊 咱俩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再到草地上撒撒花 大眼妹说我长这么亮你根本配不上 这个时候蒙圈哥开车拉着张天师啊 来到了大楼的门口 张天师一看这情况就知道自己又没赶上 大眼妹说爹地啊 你不在养老院跟老太太们闲持的蛋 来这儿添什么乱呢 张天师说什么叫添乱呢 我可是有正事要干 蒙圈哥开车来到范老板家 准备向老板道歉 管架穿老板已经睡了 你明天呢在附近请坐 到了后半夜 饿得两眼发绿的蒙圈哥到厨房下方外面的时候 突然听到外边有动静 他以为是招了贼了 拿着球棒出去一看 发现已经被猫腰覆了身的范老板呢 嘴里叼着鱼正调皮导弹 蒙圈哥一看范老板两眼放电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如果不是张天师给他的那个护身符啊 这哥们估计早就领喝饭了 蒙圈哥屁滚尿流的跑回家 他老妈龙套使说 我看你一脸的惊慌失措 是不是又打架结社闯祸了 蒙圈哥说你烦不烦呢 我已经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龙套使说你老板正在咱家卫生间撒尿 有什么事你找他唠 说时迟那时快呀 范老板一发功 当时就把这娘俩给搞懵了 龙套使临危不乱 拿起菩萨朝范老板杂活 蒙圈哥这才算是没领成好饭 转过天 当张天师正在家里跳剑米操的时候 惊魂未定的蒙圈哥不亲自来了 蒙圈哥一进屋 扑通就跪在了张天师的面前 说师父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命啊 不然我就死定了 张天师说要想不领盒饭呢 你今后就得跟着我干 这三只剑你可不能小看 俗话说装着一只花全靠肥当家 哎不对 要把猫妖杀全靠他去查案 转场之后 张天师和蒙圈哥来到了范氏集团的大楼 当师徒俩跟范老板打得鸡飞狗跳的时候 警察眼睛就突然杀到了 猫妖虚晃一招三阿子撩了 而张天师和蒙圈哥因为扰乱社会秩序被关了禁闭了 但时间不大 两人就被大眼妹和律师保释了出去 到了晚上 当范老板的秘书大兄妹刚回到家 就被猫妖给服了身了 哎呀 要说这场戏设计的是真有创意 不得不佩服导演的想象力 转场之后 张天师开始教蒙圈哥练功了 张天师说 只有学会了我们家的毛山术 那猫妖才能想得住 可蒙圈哥运了半天气也没憋出个屁 大眼妹一看蒙圈哥身强力壮 两人很快就上床闷得密 被猫妖上了身的大兄妹利用美人计 首先让风流成性的酱油哥嗝了屁 得知消息的张天师和蒙圈哥 带着法器来到大兄妹的家 当两人正在屋子里瞎球转的时候 被猫妖附身的大兄妹突然就出现 张天师这边刚准备让猫妖交换票了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警察又杀到 大兄妹说 这俩孙子不停想非理我还想杀我 赶快把他们关键派出所 受伤的大兄妹很快被送进了医院 医生这边刚从大兄妹身上拔出剑 马上就领了好汉 随后大兄妹来到警察局 一路过关斩将 很快就杀到了楼上 眼镜哥正在审讯张天师和蒙圈哥的时候 一名警员浑身是血的冲进了办公室 说大兄妹可是已经杀红的眼了 再不跑可就危险了 眼镜哥拿着枪出门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要说眼镜哥打手枪的技术确实是不错 但此时的大兄妹已经是刀枪不住了 除了张天师的福建 谁也打不住 接下来是张天师跟大兄妹的一场动作戏 要说这张天师确实是不好惹 不仅会放电还会碰火 不过俗话说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虽然张天师有些手段 但猫腰也不是白吃饭 猫腰说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今儿都要上你的身 张天师说解灭蝶 过招就好好过招 别搞这些乱七八糟了 这猫腰哪管那么多呀 上去一壁东 直接就附在了张天师的身上 张天师说我已经被猫腰附了身了 我的左手已经无法自控了 你们赶快逃命 那大眼妹能答应吗 他刚想上去跟老爸说话 张天师突然就跌地爆炸了 这个时候 眼镜哥突然出现了 此时的猫腰哥已经是眼花了乱 他以为眼镜哥已经被猫腰上了身了 于是上去就一见 猫腰说你们都上当了 我已经附在了大眼妹的身上 猫腰哥一看大事不好 仨子就跑 当猫腰哥马上就要嗝屁的时候 眼镜哥急忙拔出身上的福建 顺着井口扔了下去 影片的最后 中了福建的猫腰化作一道蓝光 又附在了眼镜哥的身上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此片就像开玩笑 凑在一块瞎胡闹 来来回回穷折腾 猫腰也没交翻票